美国日渐浓厚的反华气氛正在掏空美国的学术界 但是却造福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美国的媒体开始在反思美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反华气氛 特别是当美国的学术界出现了浓厚的反华气氛之后 对美国的学术界是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根据这个报道的统计 从2010年到2021年 有大约2万华裔的美国顶尖的科学家是离开了美国 那么特别是在近几年 特别是2018年以后的近几年内 这样的人才流失的速度是逐渐的加速 那么这刚好与美国政府在2018年提出的所谓中国倡议 这个是这个吻合的 那么在这个所谓的中国倡议 但其实是一个反华的宣言 提出之后 这个美国顶尖华裔科学家 这个出走美国的速度 是加速了将近一倍 那么如果我们分析这一些顶尖科学家 离开美国之后的去向 就会发现有大约48%是回到了中国 而剩下的52%是分布到了世界各地 可以说美国的这种反华气氛 是让科学家们感到的不安 让他们选择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继续开展事业 或者是离开美国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那么在留在美国的这些华裔科学家中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认为 有35%觉得自己不受到美国的欢迎 更有高达72%的华裔科学家认为 现在待在美国是有人身危险的 是不安全的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 这个离开美国的科学家就会发现 那么这些科学家里面 是以生命科学 数学以及物理等等 这种基础学科为主 那么这些年 中国在基础学科上的投入是越来越大 也是吸引这一些华裔的美国科学家 回流中国的重要原因 我们都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 科技第一强国 但是美国的这一些科技成就很大一部分 并不是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研究出来的 如果我们翻看这个诺贝尔奖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科学家拿了其中 大部分的诺贝尔奖 两百八九十个 但是这里面有高达三分之一的 这个所谓美国科学家 他是移民 不是出生在美国的 而在近年来 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在逐步放大的 比如说2021年 这七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里面 都有六位是移民的 其实美国的这个教育体制一方面 它是能够培养出一些顶尖的人才 但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向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 输送的所谓本土土生土长的人才是有限的 因此美国的这些高等教育 这些高等院校是敞开大门 欢迎世界上大量的这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才来到美国深造 并且利用各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手段 把这些人才最终留下来为美国所用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吸引人才的手段 这个吸引人才的主力 也就是华裔 那么这些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 在美国内部产生了对华裔越来越严育裂的 一种都敌视和仇视的态度 那么这也使得华裔的这些科学家们感到了压力 不仅仅是在学术界上的压力 更多的是基础的这种人身的压力 我们说马斯洛的人的需求金字塔 最基础的是人对安全的一个渴求 如果没有了安全渴求 自然很难去进一步的追求 在自我实现上的成就 那么美国的这种反华气氛 现在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了 华裔科学家们在美国安身立业的这种安全感 那么最终必然是会影响 华裔科学家们在美国继续开展工作的这种信心 可以说美国的这种反华政策 现在已经逐步开始反噬起自己了 那么目前已经在这种尖端的人才领域 出现了对美国的极大的影响 而这样的一种反华的策略 确实使得这一些高精尖的人才回到了中国 那么我们近些年也看到了 大量的从美国回流的这一些华裔科学家 为中国的这些科技事业 做出了极大的这种贡献 那么这恐怕也是美国当年 在出台反华政策的时候 所始料未及的一部分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跟朋友们去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